早安,今天可是工作日,依然是6点钟准时起床 而在放暑假之后,每天起床的时间延后了半个小时 因为不用急着给他做早餐 今天早上想吃豆浆油条,放进空气炸锅,5分钟就好了 早上的护肤也非常简单,就算你不化妆,夏天也别忘了擦防晒哦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总是喜欢把花裙子穿在身上 就这件吧 今天的香型是祖马龙的橙花,炎炎夏日,一抹清幽的花香 5分钟的快熟早餐做好了,就是这么简单,配上我的伟大豆奶 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最正宗的豆浆油条,可是我也很满足了 来到单位,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记得换工装 我的职业不允许我穿上漂亮的花裙子 但是每次换上工装之后,宝若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我 更加的简单利落,毕竟职场嘛,就应该有职场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我每天的搬砖日常嘛 今天中午食堂的菜不合胃口,索性跟同事点了日本拉面 下午和我的小伙伴因为一盏海报的设计真是绞尽了脑汁 又是忙碌的一天搬砖,脑子里面依然还在思考海报的概念 推开家门看到这两个小可爱正在吃饭 晚饭之后呢,带着他们俩去超市大采购 每次来偶雷买东西,对于妹妹来说都像逛游乐园 就算是要排队,也要等到这辆可爱的小车子 我来推着他,哥哥负责捡零食 这就是我们最完美的组合搭配 路过小罐茶,买了一个古慈杯 最近有爱喝茶的好朋友过生日 打算把这个当做礼物送给他 又是一个丰收的夜晚,回家啦 接下来呢,要陪哥哥和妹妹一起上班麻英语课了 自从报了这个班之后,哥哥坚持了半个月的时间 目前生效不错,继续加油 吵吵闹闹一个晚上,两个小家伙中午睡觉了 现在呢,就迎来了我检查作业的时间 好了,终于可以准备睡觉了 今天晚上简单做一个去角质的面膜 大概我一周会做一次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西斯林的眼膜 好,永不贵且大支 晚上的护肤流程还是很简单的 由于夏天实在太油腻了 我就省去了精华,只擦面霜 由于最近呢,有一点点的巨花 所以今天睡前打算追一下脱口秀大赛 毕竟我对李戴的热爱真的没办法停止